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用的那支疫苗来自中国 菲律宾的政治制度是复制美国后做的二次修改 因为杜特尔特像拜登一样是国家元首 行政首脑和三军统帅 典型的斜杠政要 要搁在平时呢 他们这点人打什么针吃什么药都会高度保密 但是打新冠疫苗必须公开进行 拿他们做个免费的广告来普及和推广疫苗 这是他们无法拒绝的安排 混到了那个位置 就不得不牺牲一些自我主张了 各国政要公开打疫苗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挖掘新鲜素材呢 得从细节处找差异 比如谁的胳膊更白呀 或者谁的表情更淡 杜特尔特打疫苗的新鲜之处在于 他打的是我国的疫苗 市面上知名的疫苗有好几种 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一款呢 这个呀就有点意思了 消灭新冠肺炎 依然是2021年各国的首要任务 去年抗疫斗争的弹药 是口罩和呼吸机 今年抗疫斗争进入了下半场 弹药呢换成了疫苗 哪个国家掌握了更多的疫苗 哪个国家的政要心理就不慌 疫苗如同战争年代国库里的黄金一样 让人踏实 目前几个大国和强国在疫苗领域厮杀的厉害 谁家的疫苗能抢占国际市场 这不仅是赚一笔快钱的问题 还是证明医疗水平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更是一个争夺国际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机会 所以现在选择谁家的疫苗呢 以后跟谁的关系就好 业务往来开展的也就更顺利 菲律宾作为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 没有从美国或欧洲买疫苗 而是用了中国的疫苗 这一定让拜登和他的部长们很不高兴啊 杜特尔特想的是实际生活 他查一查银行卡的余额 只能做出最有性价比的选择了 而拜登想的却是面子和战略问题 这一次菲律宾总统没有照顾他的面子 也没有考虑美国的战略 不过呢 拜登可能也不会在乎这事 杜特尔特以前不给特朗普面子 再往前呢 也没给奥巴马辫子 他不是个被特殊对待的那个人 再说了 杜特尔特能从他那得到什么呢 救助计划的几万亿预算 他又不能拿出一点出来 来援助菲律宾啊 辉瑞又不会看他的面子 给杜特尔特打折呀 那么 在疫苗外交中 落于中国的下风 也是无可奈何的 所以说呀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呢 当年在达卧室当市长的时候 杜特尔特通过纪律整顿 和提高薪水笼络了警察 然后想方设法绕过司法机关 指挥警察疯狂 绞杀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 于是呢 达卧室变得井井有条 也不庇护 在整体混乱危险的菲律宾 是一股清流 201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 杜特尔特把丑话说到了前面 如果我成了总统 将会发生很多流血事件 我会杀了罪犯和引君子 我会发起一场 针对毒品和腐败的战争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 接受我这种人的思想准备 那就不要把选票投给我 他这话说的很不讲究 政治对手可以找各种角度抨击的 但是他这话呢 听着很过眼 饱受腐败和犯罪折磨的 普通人听完激动 一激动啊 就把手里的选票给了他 他们虽然不懂表达 但是真实的想法 和乐意牺牲部分自由和法治 来跟杜特尔特换取安全和稳定 2016年6月30号 做了七届达卧室市长的 杜特尔特宣誓 成为菲律宾新总统 到纪念六月底 他做总统就整整五年了 虽然菲律宾呢 独立后复制了美国的制度 但是菲律宾的政治精英们 依然不放心 于1987年 在宪法里写死了一条 总统任期只有六年 不许连任 任期只有六年 却经历了三位美国总统 第一年 杜特尔特变本加厉的 使用了他在达卧室的手段 给警察先斩后座的权力 消灭毒贩 甚至将这项运动 扩大到了全社会 毒贩们遭遇了最恐怖的一年 出门工作走着走着 人就没了 律师出身的奥巴马 受不了这种国家化的违法行为 跟杜特尔特隔着太平洋就骂上了 美非关系也因此出现了倒退 后面的特朗普是欣赏杜特尔特的 他俩不用开口讲话 确认一下眼神 就知道是一路人 特朗普还项目杜特尔特 他也想绕过议会 和法院随心所欲的驰骋政坛 两人的关系多少提升了美非两国的关系 但是特朗普的政策是美国优先 杜特尔特知道 很难从这个抠门的商人那里 得到多少好处 所以美非关系也没有比奥巴马 17号太多 拜登的上台才刚过一百天 虽然他不玩美国优先 但是他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 而且他眼下面临着严重的疫情 和经济衰退 卡山的余额虽然多 但都是借款 面对这位老谋深算的老哥 杜特尔特知道 从他那捞不到好处 而且拜登还会对菲律宾这个盟友 提不少要求 杜特尔特对这种好处不到位 却指手画脚的行为非常反感 奥巴马就因为这个挨了他的妈 综合下来 美非关系回不到2016年那样的蜜月期了 杜特尔特前几年在中美之间 玩平衡外交 而迫在眉睫的国际形势 不得不让他把平衡 朝着中国那边清醒 竞选期间 杜特尔特向选民承诺了三件事 打击腐败 打击毒贩 发展经济 前两样呢 他可以用暴力机关自己想办法 发展经济就不好办了 他必须依赖一个既有市场 又有资金 还重视自己的国家 他认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而不是美国 美国长期对菲律宾进行经济援助和产业援助 目的是在冷战中给自己培养个帮手 菲律宾因此过了一段从安全到经济 完全依赖美国的好日子 苏联解体以后美军于1992年大量车走 各种援助跟着大幅度缩水 但是1951年 两国签署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一日有效 美国在菲律宾依然有军事基地和军人常驻 多年的习惯的让菲律宾在安全方面离不开美国 看过去这段经历 菲律宾应该像韩国或者日本那样 在外交上积极追随美国的政策 大力弘扬美非有益 把美国的敌人当自己的敌人 前总统阿基多三世就是这样忠心执行 但是到了杜特尔特这里情况就变了 他居然高调的注射了中国的疫苗 难道美国的疫苗名气不大 可靠性不高吗 像杜特尔特这种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领袖 推崇油奶辩世娘这样的实用主义哲学 他也知道菲律宾的安全要靠美国人 他也知道美非两国的悠久历史和制度传承 但是在他的心里 现在的国家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 意识形态的东西排在经济利益后面 如果菲律宾像韩国或日本那样 自力更生搞定了经济 那么现在的菲律宾在我们看来一定不友好 或者比日韩强迫到哪去 杜特尔特这次也就不可能注射我国疫苗了 可惜啊没有如果 总统生涯还生最后一年 杜特尔特的梦想是搞定新冠肺炎 并让经济回到正规 当然这也是他无数同行们的梦想 比同行们幸运的是呢 他有个在乎他的邻居 这个邻居是新冠疫情期间 经济唯一增长的大国 这是他实现最后梦想的最后希望 遇上杜特尔特这样的实在人呢 是菲律宾人的幸运 遗憾的是啊 杜特尔特的任期还剩一年 一年后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走进总统府呢 如果那个人和杜特尔特相似 菲律宾的国运将继续向好 如果那个人是折服了六年的对手 那菲律宾人的好运将走到尽头 互相对立的执政者交替上台 几乎都要否定前任的各种安排 导致内外政策失去连续性 有时候啊 大好的发展形势呢 因此戛然而止 对于美国那种高度发达 而且联邦政府可以随时关门的国家 这种中断的伤害还可以承受 但是 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中断的伤害就不好承受了 这是复制美式民主 而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弊端 杜特尔特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谈论民主 但是在开始民主之前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介绍 他这话呀 说得委婉 不然啊 会被人抨击 要不是他集中了权力 打击犯罪 发展经济 他根本就没办法开展 现在他力排众议 注射中国疫苗 是为了在最后一年搞好经济 也是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让晚辈们明白 权力集中和民主集中的重要性 要是真有这样的人 在政坛默默努力啊 那杜特尔特这一针 也就没有白挨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 欢迎针对本期节目的任何分享和评论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 今天 涉及震草